新婚之夜 女人蹲在火炉旁等待丈夫归来 但婆婆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按楚客气人的生活习俗 一家人要在同一个帐篷里生活 这让女人瞬间感到非常不适 生活在北极的楚客气人 常年依靠放物卫生 能在零下几十度的台原地区站稳桥 这都要归功于 驯鹿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食物 驯鹿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生存 全凭鸡血下的台前 俗话说 男打当婚女打当家 卓克的儿子已经25岁 作为妈妈 她也是为儿子的婚事操作了心 卓克家族共有一万多头驯鹿 按理说 也是地地道道的有钱人 但就是因为寒冷的环境 让外面的小姑娘连连摇头 25岁的儿子 甚至连姑娘的手都没有牵过 但在150公里外的一场相亲大会 正在拉开帷幕 这或许对威克的儿子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不同部落的壮男美女汇聚一趟 男人会以比赛的方式 赢得姑娘们的方金 这种遗留下来的互动 有点类似应有特认的活动方式 强壮有力的男人 会赢得女孩们的方金 但女孩们唯独 对威克眉心目秀的儿子 情有独钟 光靠一件钟情的婚姻 很难维持下去 作为一个过来人 妈妈并不想阻拦女儿的幸福 但台原恶劣的生存环境 她一定要给女儿们交代清楚 三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且能干 女儿们纷纷选了就近的部落 就连最小的闺女 也放弃了台原地区 唯独老大一厢情愿 卓克家的迎亲队伍已经抵达 楚科其人没有过多的风俗仪式 迎亲队伍没有吹拉弹场 更没有锣鼓悬天 一张郁寒的大红布 便是新娘的盖头 作为彩礼 卓克家里拿出了50头训路 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朝着台原市去 楚科其人在结婚当天 也不会举行任何仪式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 就算是把婚结了 众人似乎对电视里的画面更感兴趣 唯独刚过来的媳妇若有所思 他在这里可以说是局目无情 儿子没有开导自己想要的盲盒 能看出来他非常难过 卓克极力地开导儿子 这也为后面的生活埋下了伏笔 上午刚结完婚 下午就接管了家里的工作 在照顾老人的同时 还经过了家里的所有家务 卓克老两口 对这个媳妇也是非常满意 听到丈夫回来的一瞬间 妻子立马添柴家伙 但儿子却始终对妻子爱搭不理 面对着依赖伸手 犯来张口的生活 儿子始终无动于衷 北极台湾的冬季异常寒暖 冬季异常也显得永远珍贵 婆婆亲自出去看柴 光是一家人洗一次澡 就要用尽一顿的木材 由于没有水 只能靠融化鸡血来获得水源 外面寒风呼啸 帐篷里面要火力全开 才能保持温暖 此后刚过门的儿媳洗澡 是楚客其人不成本的规矩 在这个群体部落里 简陋的帐篷 让人没有任何安全感 儿媳洗完澡后 婆婆去外面叫老头子进屋 丈夫安顿号宣布后 也回到屋里 妻子则在一旁天宅家伙 特殊的环境 长久的特殊的生活习惯 楚客其人为了取暖 一家人会接在一个帐篷里睡觉 三个家庭仅靠一张遮羞 婆婆似乎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生活方式 盖上被子便到头就睡 这让刚过门的妻子 有点不太适应 随后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但她却不知道 这个家庭将会是她的噩梦 丈夫对她的出现 似乎毫无波澜 一脸嫌弃的 躲到一旁呼呼入睡 四日清晨 牧民像往常一样开始干活 没人会在意 昨晚发生了什么 丈夫安顿号宣布回到了帐篷 而妻子已经没有了昨日的耐心 她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 心里在想什么 出于一个妻子的侄子 她还是给丈夫做了晚饭 有牧民族虽然手里少有现金 也很少购物 但守着庞大的宣布群 平时吃饭也是大鱼大肉 从妻子给她做的晚饭 就能看出一个女人对她的成见 很显然一个没有灵魂的婚姻 很难再被撕下去 晚上吵架是在座难免的 再加上一个仗不一戒之中 隔音又不喊 这让卓河老两口如坐针毡 硬生生地点着小两口马街 屏幕前的妮子 感觉妻子还有坚持下去的必要 很小便 请不吝点赞标筑 所以令人在神 Hol�